车子开过 溅起大片水花 美国拉斯维加斯堵城大道更是水流成河 甚至有一家酒店俱乐部天花板被暴雨摧毁 塌掉正在看秀的游客当下全被淋湿 当地周三热带风暴 希拉里持续影响美国西部 只是连堵城都下暴雨 不少人万万没想到 突然下去暴雨 夜店干脆紧急疏散人群 民众徒步跨越淹水道路 还传出有一人被大水冲走 目前失踪 至于东北部密西根州也遭到风暴袭击 雷雨交加 降风吹来 红绿灯都在激烈晃动 更惨的是风暴酿淹水 还催生龙卷风 树木被连根拔起电线倒塌 超过30万人断电 甚至还有卡车被强风大雨吹翻 虽然没有传出伤亡 但风暴造成不少灾情 密西根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只是正当一些地方被暴雨袭击 美国不少州还遭野火肆虐 路易斯安娜州还有一整座小镇居民被撤离 另外阿拉巴马州 伊利诺州 许多城市也正遭遇热浪 高温不断破纪录 极端气候在全美持续上演 今月新闻走不头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